那时候就一想做饭 我这脑子就疼啊 是不会做呀 还是不爱做呀 我是掌握不好量 咱就说炒土豆丝 你看那土豆 全都这么大吧 那一盘菜你炒几个呢 你炒五个 好家伙 两盘子没装下 一口气都吃了 吃不了啊 到了呗 那是我性格吗 我就瞅着剩菜啊 我就特别闹心 你说放冰箱第二天吃吧 都说不健康 你多做几回就好了 那熟能生巧 哎 我想了一个好办法 我养条狗 养他干啥呀 我吃剩的 然后他吃就得了呗 这不浪费呀 你可拉倒吧 那现在谁家狗吃剩饭呢 都吃狗粮 为您服务 我是小木 视频当中的位置呢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 这个位于沈阳市 余虹区白山路206号的人力资源服务门店的店钱 店主小宁跟咱们说呀 4月17号上午10点多 视频当中的那位 把他家门口的这个快递给拿走了 一大袋东西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那个是狗粮 是三十斤装的 本来是放在轮胎里边的 然后他给坐一桌拿出来了 然后就看看左右没有人 然后还扒门看 那咱家狗在里边还在里头叫和呢 然后扒门看一眼没有人 然后拿着狗粮就走了 就是这个人 这天走过去都停着了 这狗粮在这儿了 放线车了 画面来看的话 大概有也得有50岁了 我觉得 这个大姨具体的也看不太清楚 带个帽子带个口罩 然后他上身 里边穿的是环卫工人的衣服 然后外边还套了一个自己的衣服 不确定它是不是环卫的 垃圾它都不捡 捡整袋的狗粮 视频当中呢 也可以隐隐地听到店内的狗叫声 那么在这个狗粮丢失了之后呢 店主小宁呢也是非常的焦急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这个门店的店门口 已经贴满了这种寻找狗粮的字条 狗粮好不容易到了 可算能吃成一口狗粮了 然后还被人拿走了 现在吃的是什么 是馒头 吃蛮多吃也挺香的 太饿了 已经买新的狗粮了 因为就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人呢 我就合计你说 你是你以为是不要了 但是我觉得你以为你应该问一下 就是要还是不要的 可能就是说一个偷的行为吧 我觉得是 交集的寻找狗粮经过了一天之后呢 在4月18号早上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折 我早上出来就是来单位嘛 然后在那个前面那路口那位置 他正好骑个电动室 那帽子特别熟 我说大姨是不是你把我狗粮拿走了 他就开始说啊 秘制省 后来我说就是那个人力赚公司 绿牌子那个 说啊那是我以为那是不要的 我就搬回家了 说要给什么流浪狗啊 还是怎么样啥 然后他说他一会给我送过来 你留联系电话什么呢 没有没有没有留 但是他应该就在附近工作 我这个下回我还能认识他 中午12点多 大姨骑车来到了店里 把狗粮还给了小宁 三哥 就这狗的饭量哈 那比你可大多了 人家我要养的那是小狗 你整这老大玩意儿 那不得把我那份都得吃了吗 我估计大姨呢 可能搅着说东西放门口了 是不是不要了 就给搬走了 行 现在东西还回来了 就是个误会